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恐怕有诈 可父皇还在等着我们觐见呢 沉默之中不寻常之人突然出现在不寻常之地 李建成所没有想到的积变即将发生 这一刻大唐太子就像一只无助的羔羊 李建成不明白 与自己视同水火的李世民为何在这时出现在此处 他这个素来能干多么的毕丽 究竟想做什么 李建成不吝点赞 订阅 李建成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建成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建成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太白星当空 主当朝者更替 这是变天的征兆 此时的大唐 江山出地 内忧与外伴却又接踵而至 在朝中 秦王李世民的威望 无日中天 骑士之圣 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太子李建成的政治地位 与此同时 北边突举十万铁剂押净 连赛危机 美人万万一击 大不祥的天下又陷于当空 一切似乎都预照着大祸的剑影 军星在古代的天人拐宁的观念中 带着军事问题 因为它出现了异常 那就可能天下有冰外 当时它的报告 太史局的报告也是这么说的 太白金星 不在异常 天下有意外 出于某种原因 历史没有记载下这一天的李建成 在看到不祥天象之后的反应 从被立为太子的第一天起 身为李渊嫡长子的李建成 便常年留守 所以我们有信心 那里面的事情 应该是为了 一直在说的 在这一天的故事 也有信心 在这一天的故事 我能看到不祥的 带着这一天的故事 我能够示出 对我们修理 感谢观看 唐朝最终的选择是派李建成去安抚河北 所以刘太太的起兵后来就很快被平定下来了 而且不是一般的平定 是人心思病 所以我想的意思就是说 李建成建国跟李世民是平分秋色的 治国这时候他跟李世民走的不同的领域 时间到了大唐武德九年 这一年李建成已经37岁 随着唐高祖李渊的年迈 许多国家大事都被转移到太子东宫进行处理 身为太子的李建成恐怕并没有太多的时间进行享乐 这一年天下大汉 全国各地的旧籍文书接踵而至 以打堆的政务工作都需要李建成亲自处理 除此之外 还有一件事 想必也在李建成的心中 挥之不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到这样的 timestı 祠史费关系 这件事情 考虑 今天 这一年 突然 中文字幕 我再感谢 终吗 我再感谢 我们га 看看 我们 我就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一年已经六十岁 这个年龄在当时已是高龄 临近生命终点的李渊 不得不开始着手安排自己的身后事 在他看来 隋朝更换太子 导致王国的前车之鉴不容忘却 不到万不得已 他绝不会拿下自己亲手策立为太子的李建成 有了父皇的维护 身居太子之位的李建成 此时所拥有的政治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他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父皇的旨意 来实现自己对李世民的打击 而这些打击的重点突破口 就放在了李世民身边的那些谋士身上 因为实际上李世民 他能够后来有那么大的势力 是因为他有一个庞大的秦王府 这秦王府里有文臣有武将 这些人当时都被人挖了墙壁 还有一个战场就是宫城的世界 当时李建成和李元吉 他们拼命地讨好后宫 让后宫形成针对李世民的又一个战线 这个也是一个很有利的战线 推着高峰嘛 所以这些呢都使得李世民觉得深受打击 后宫没有人在说话 他就会在右边的 权线 我当时宫城的那些大事 是一个人的权线 所以我们想要将周团的 通知了 今天是我们的权线 而是我们的权线 就是我们的权线 我们的权线 那么有点 我们的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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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手下兵马不够 咱们多派点精兵强将来跟随我 派到的是谁呢 他跟父亲要求的就是秦府的这些核心人物 实际上 李渊之所以会下达这道命令 完全是李建成这个太子的主意 对于这个结果 李建成非常满意 因为这道圣子无疑将把李世民推进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 不仅自己的兵权被夺 李世民多年征战所培养起来的那些武将 也即将被翼王拔进 更重要的是 所有这些命令都是通过皇帝下达的 所有的抗争与拒绝都将意味着抗旨犯上 在李建成看来 这一次自己这位能干的二弟 即使有天大的本事 似乎也难逃被彻底架空的境地 也许是因为胜利来得太过容易 仗着几分九亿 齐王李元吉趁机向大哥提供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大哥 如今秦王府诸将已归我管辖 秦王府亦是空中楼阁 要不然 借此机会 咱们把李世民 不渴了 大哥 我是为了大哥着想 不是为了我 你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仇交错之间又隐含着多少难以释怀的恩怨与纠葛 也许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 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得本应亲密无间的手足之情 变成了尔虞我诈的政治对手 这确实不是一次普通的聚会 皇位继承这个问题 最关键的不是继承人的资格 继承人的能力 继承人的才智 不是这样的问题 而是继承的稳定性 所以从西州开始确立了 这种离长子继承 其实就是要强调一个稳定性 但是当然他也有他的不合理的地方 他的不合理的地方就是 他独立于把一些有特殊才能的人 和有功劳的人提拔到最适合他的位置上来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这个有功什么叫有功 这功的大小由谁来定 那么比如说这几个儿子都认为自己有功 他还是要争 三个因为政治斗争与个人纠纷 而变得水火不容的亲兄弟 却坐在一起强颜欢向 这样的场面难免令人感到尴尬 此时此刻任何话语都显得多余而虚假 这一点所有人都心知对明 也许正因如此 关于这次宴会过程的具体细节 史书上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记载 秦王李世民在这天晚上似乎有些不胜酒力 早早就喝得不省人事 只能够随从将他背回秦王府休息 春风得意的李元吉也随之告辞 喧嚣散去之后 太子李建成陷入了沉思 他确实需要好好思考一下 自阳门干事件之后 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的矛盾 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自古以来 这种因王位继承原而产生的冲突 显然不是几顿酒宴就可以轻易化解的 而除掉李世民 无疑是解决这种冲突最直接 最彻底的手段 看似不动声色的李建成 难道真的没有想过这一章吗 成书于北宋时期的新唐书《高祖诸子列传》中 记载了这样一段内容 李元吉受命出征前夜 李世民安插在齐王府的内线 王志向秦王府传回了一个可怕的消息 太子李建成计划在李元吉的出征仪式上 暗中派人刺杀李世民 然后再让李元吉利用行军大元帅的权利 在出征之后寻找借口 将秦王府所有随军将领全部夺埋 李建成要的不仅仅是李世民一人的性命 他还要让秦王府的所有部将 与李世民一起永远消失 就比方说义池建筑 比方说城之街等等这些 他都要求随从他上前进 那当然将在外军民所不受 如果是主帅想要干掉哪一个将领的话 这是一如反掌的事情 如果他们在战场不再决定追随他的话 很可能就要被他扶杀掉了 长期以来 李建成这个堪称百毒的计划 一直广为世人所诟病 不少人由此认为 正是这个要将李世民赶尽杀绝的刺杀计划 最终导致了玄武门事变的爆发 但值得完美的是 在与新唐书几乎同时期编写的另一部史书 资质通建里 司马光对这起事件的记载却显得与众不同 司马光专门写了一段考虑的地方 最后他的处理就是不把它作为一个事实来描写 只是传言 只是听说有人说 这样已经有个计划 但是司马光也没有把它作为事实 因为司马光他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 就是认为李渊的当时 并没有下决心要消灭谁或者撒死谁 所以两方面要废掉建成太不同意 你要杀死一个事命太不同意 他是不会同意这件事情的 按照唐代理治 皇子领军的出征典礼 仅次于皇帝御驾亲征 在如此盛大的典礼之上 怎样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刺杀李世民 而又不被人所察觉 这绝对是一个很难想象的高难度计划 先不说这个计划的可行性究竟有几分 即便刺杀真的成功 有一个人的态度却是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 这个人就是李渊 杨文干事件之后 李渊对自己这两个儿子之间的政治纷争 早已心中有数 假如李世民真的暴死于百官面前 六十岁的李渊就算再糊涂 也不会猜不到真凶是谁 更何况这起谋杀计划的实施难度又是如此之大 万一被人察觉该如何收场 身为太子的李建成 真的有必要冒这个风险吗 除此之外 这个计划的具体步骤也很值得推敲 按照新唐书的记载 李建成打算先在出征仪式上除掉李世民 然后再在出征后活埋秦王府部将 既然连李世民都能在出征仪式上被刺杀 那为何还要将秦王府的部将留到出征后再解决呢 你没听这种说法是矛盾的 是吧 你要杀掉了李世民 他的大将也不知道 到全线去掩杀了是吧 是什么活埋的之类的 那是当党的干掉就算了 对不对 因为如果要是这个关锋的话 那将军都应该在场的呀 既然是出征典礼 随军出发的秦王府将领们 势必会全副武装的悉数参加 想在这些死忠于李世民的武将眼皮底下干掉李世民 无论是否成功都存在很大的政治风险 另外还有一个疑点也不因为无事 咱们把李世民 不可 大哥 我是为了大哥着想啊 不是为了我 李元吉所说的这番话 鉴于旧堂书高祖二十二次列传 按照新旧堂书的记载 这已经不是李元吉第一次想对李世民动手了 在此之前 类似的刺杀计划还有很多次 几乎每一次都具有相当大的可行性 但却都没有付出实施 司马光在资质通鉴里对此的解释是 建成信扑人后 据指之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李建成 由于性格仁厚 因而制止了李元吉的刺杀行为 这恐怕也是现存史料中 对李建成性格少有的正面描述 如果李建成真的想对李世民下手 为何放着先前那么多机会不去把握 却偏偏要选择出征大典 这样一个难度最大的时机下手呢 李建成他是长兄 他是个哥哥 他对这个弟弟可能有恨的一面 但还有爱的一面 这就是他始终不想对他父 这个弟弟痛下杀手的一个缘故 李建成和李元都有相似的问题 就是他更照顾更考虑家庭的这个关系问题 是吧 他的兄弟 是父子 这个关系更重要 所以他的斗争手段呢 那他当然因为有优势嘛 朝廷的政治优势 他只能用政治手段就够了 所以在这个方面 那当然起网是比不了 与李世民不同 此时的李建成已是太子 父皇又已年过花甲 只要不出辩护 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获得皇位 37岁的李建成 更期望用政治上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他确实也多次算计过李世民 但主要还是局限于政治上的削弱 似乎还从未真正起过杀机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 太子李建成是没有必要 冒着被父皇责罚的威胁 铤而走险 传说中的出征大典 厮杀计划究竟是否存在 这一点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确切得知 但至少从合理性上来讲 这个时候的李建成 并没有行此显招的必要 也许这就是司马光 在自治通鉴里对此不置可否的真正原因吧 司马光认为这是不大可能的 但是他也没有以为去否认这个事情 所以他就采取了一份 听说传说的这种说法 但是有没有针对秦王本人的这次谋杀 因为史书记载的是他们想这样的 那他们想来着还是没想 这是永远弄不清楚的事情 夜已经很深了 太子李建成该准备休息了 就在这时 一个突如其来的惊人消息 打破了深夜的冥记 秦王李世民在酒醉回复后 突然吐血不止 这确实不是一次普通的宴会 当场并没有发作 当场只不过是说 有点喝酒喝多了的样子 喝醉了什么的 然后被李道宗给背回去了 他的吐血多少声什么的 都是说都是他自己帮他 所以秦王府报告 说在家里面吐了很多很多 刚刚在东宫参加完酒院的李世民 突然吐血不止 假设这真的是有人下毒所致 按照常理 太子李建成毫无疑问 是下毒的头号嫌疑人 这个逻辑是如此的简单直接 以至于让人不得不对此产生怀疑 如果说之前的出征大典暗杀计划 多少还存在一次成功的可能 那这起不久事件摆明了 就是一起公开的谋杀 更何况 这次谋杀的对象并没有死去 东宫是否投毒 这个事情其实还仍然是个秘密 你说你要想杀他 有很多办法包括投毒 那是不是既然大点不就完了 是吧 想要死他还做不到吗 结果呢 当场定没有发作 在自己主持操办的酒宴上 毒杀自己的亲弟弟 结果还没有成功 这样一个拙劣的阴谋诡计 除了引发父皇 对自己的振入之外 实在看不出能给太子李建成 带来什么好处 如果这起毒酒案的策划 可另有其人 这个人又会是谁 齐王李源吉曾经策划过多起 针对李世民的暗杀计划 与李建成相比 自有性情暴躁的李源吉 显然更倾向于从肉体上消灭李世民 而一旦李世民被毒杀 唐高祖李渊 必然归遂于李建成 在李渊三个嫡子当中 排行老三的李源吉 刚好可以置身事外 坐收于力 这似乎是一个 可以自圆其说的逻辑 但问题是 这场酒宴是在太子东宫举办的 李源吉的身份只是客人 要想在大哥李建成主办的酒宴上 毒杀李世民 而又不被李建成所知晓 这种事情的可行性显然不大 而一旦失败 很可能会导致李源吉 与李建成政治同盟关系的破裂 这绝对不是李源吉 此时愿意面对的局面 从李源吉这个角度下 跟太子不保险 不仅是因为关系好 太子胜利的可能性比较大 秦王嘛 那跟他是一样的 都是个秦王而已 就算比他功劳大 能耐大一点 还是不够太子 太子的法律位置 政治地位 那都是更稳当的 没有问题 所以跟上太子呢 这个胜利的希望更大 未来的潜传度 身为客人的李源吉 具备作案动机 却没有作案条件 那么除了他之外 在李建成身边 是否还存在另一个对李世民 暗藏杀鸡的人 魏征曾经向他提过这个建议 就是这个兄弟相征啊 关键别人都不重要 就是关键就是你们俩人 如果把秦王拿下 那秦王府就没有了 就不存在了 所以就很简单 任何一个熟悉唐太历史的人 恐怕都不会对魏征 感到陌生 在李世民成为唐太宗之后 魏征作为中国历史上 最为著名的建臣 与李世民一起 上远了一段被后世 奉为君臣关系典范的佳话 然而很少也不知道 当李世民还是秦王之时 魏征其实是太子李建成身边的 重要谋士 出于秦贼先秦王的考虑 魏征曾经多次向李建成提议 除掉李世民 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 这对兄弟的政治纷争 但对魏征颇为器重的李建成 却一直没有同意魏征的这条建议 殿下 魏征绝不会再没有 殿下指示的情况下 对秦王下毒 秦王中毒 一定另有他有 在是否除掉李世民的问题上 魏征与李元吉的态度是一致的 但魏征毕竟只是太子东宫里的一个谋士 如果没有太子的同意 他是没有能力擅自对李世民下手的 太子殿下 恭礼来信了 就在李建成恍然不知所为之际 唐高祖李渊给太子发了一道赤令 秦王素不能饮 自今无得赴夜夜 值得注意的是 李渊的这道赤令并没有追查李世民中毒的缘由 仅仅是要求太子今后不要再与秦王喝酒 而给出的原因竟然是李世民一向酒量不好 李世民不善有酒这皇帝的话就是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喝点酒有可能醉 这是一点 喝多了未出血也不是不可能 喝多了有可能引起未出血 吐点血也正常 但是就说一定是投毒 这有可能是个苦肉剂的表达 究竟是被投毒了 还是李世民用了苦肉剂 这个事说不清 发完了给太子的赤令 唐高祖李渊亲自来到秦王府 看望李世民 卧榻之前 父子二人进行了一番推心致富的谈话 朕看你们兄弟似乎难以相容 一起住在京城里 免要发生纷争 朕应当派你返回形态 铭居路一样 后来紫皇呢不仅仅是让恩公不要再喝酒 他还做更重感觉 就是让李世民去墨洋 把这个陕西一东交给李世民管 那要分裂天下 这个是个重大决定 所以秦王府很高兴 父皇 儿臣 儿臣不愿离开父皇 父皇 天下都是一家 东都和西都两地 路上很近 只要朕想念你 便可动身前后 后来这个事情被拦住了 那就是被太子和秦王拦住了 他们计算了一下 如果李世民真的去了洛阳 问题严重 那是洛阳这边的条件更好 资源更丰富 如果以后皇帝不在了 兄弟之间 敌国相争的话 可能打败是 就一定要把他办在这个长安 于是就找大臣 找皇帝去说 最后皇帝这个命令 没有执行 就没有人让李世民去洛阳 把自己辛苦打下来的江山一分为二 分别交给两个儿子各自管辖 对于身为开国皇帝的李渊而言 这个决定绝对充满着痛苦与挣扎 常言道 苦富无权子 但又有谁能知道 对于一位皇帝而言 拥有一个胡子会有多少难言的苦衷 更何况这样的胡子还不止一个 所以李渊是一个很挣扎的状态 就是他一方面是个父亲 不希望看见这个兄弟爹血 儿子们忽然参杀 这个太悲惨了 但是他又是皇帝 他也不希望国家现有混乱 可是这皇帝角色和父亲角色之间 是有矛盾的 如果他仅仅是皇帝 那谁斗争就干掉谁就行了 可是他父亲 这父亲他不 对儿子 亲生儿子下手 就做不到 所以他希望平衡 平衡这两个角色 所以他才会这样 看你们兄弟相争 忽然这么狠 太可怕了 咱就把你们分开 距离上分开 在一起不就够打了吗 那个去洛阳 这个刘长安 所以他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这时候是不希望 儿子相争 父亲的角色 占了上方 但是当东宫来说和的时候 派大臣来说的时候 你说以后可就更危险了 那就不是两个儿子相争 那成了天下相争 这时候他皇帝的角色又战胜了 是这样 天下打起来 成天上万的人要为此弃圣 算了 别派他去 收回成命 在这里面 你就能看见 父亲的角色和皇帝的角色 很挣扎 这是李渊最痛苦的地方 东宫独九案 如同之前的阳门盖事件一样 都是围绕着太子储君地位 所展开的较量 较量的直接目的 都是借机损害太子李建成 在护皇李渊心目中的形象 两起事件中 身为太子的李建成 始终处于被动 只是依靠护皇的游移 才侥幸过关 我们可以假设 如果这两起事件 真的导致李建成 太子之位不保 那么最有可能的继任者 会是谁呢 毫无疑问 先后扮演评判公传 与独九受害者的李世民 绝对是太子之位 最佳的继任者 可以肯定的是 这种假设 李建成和他身边的谋士 一定也曾做过 正是这两起不了了之的事件 使得李建成与李世民 这对皇族兄弟的矛盾 上升到了独穷 而必守线的进步 两人之间的正面对决 已经箭在弦上 不可避免 公元626年6月30日深夜 宫内传来消息 谭高祖李渊将在明日早朝之上 正式宣布 对李渊及行军元帅的任命 没有人知道 李世民对此有何反应 在这个关键时刻 魏征却病倒了 太子李建成来到魏征府邸 他需要听一听 自己这位重要谋士的意见 殿下眼下之势 虽有利于东宫 然秦王却非束手就秦之辈 所谓穷口莫追啊 魏征跟这个太子 关系还是不错 太子在很多方面 也是听从魏征的主张的 但是只有这个事 太子没有听 魏征建议杀掉秦王李世民 太子没有听 越是大赢之计 越要小心行事 你还是先保重自己的身体 臣无恙 请太子三死啊 那太子为什么没有听这个建议 那想来呢 大概最多是两个原因 一个是他觉得自己稳朝圣证 必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 采取了这极端的手段 回头也很麻烦 是吧 回头怎么对待父亲 这就是很麻烦 所以呢 稳妥一点 比较好 从玄武门之变的发展过程来看 此时的李建成 似乎并没有把魏征的警告 放在心上 也许在他看来 随着李元吉掌握兵权 李世民最大的政治资本 也将离他而去 凭借着父皇的支持 身居太子之位的李建成 可以轻而易举的架空李世民 从而顺利继承大头 既然可以不流血地战胜李世民 为何还要多次一举地 对自己亲弟弟的生命下手呢 司马光陛下 那个姓扑人厚的李建成 显然并没有意识到 悄悄靠近的危险 就这一点而言 李建成与他的父亲李渊 确实有着太多性格上的共同点 人厚 这是大家对他的公认的评价 人厚既是优点也很缺点 人厚在什么时候是优点 如果真的是治理国家 跟百姓打交道的时候 绝对可以作为优点存在 他永远不把别人 往最坏的那个方向向 但是不把政敌 往最坏的方向向 最后就可能把自己 毕造成刀相 所以我想李建成是一个很倒霉 他倒霉的就是 他生在这样一个 比较动荡的年代 就是需要争防卫的 这样的一个年代 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前提 没有天下大乱 他弟弟建功立业 这样一个大前提 让他成为一个 稳定时代的君主的话 他可能成为一个好君主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动荡时代 可能雪星本身更有力 离开了魏征 太子李建成疲惫地回到了东宫 开始在心中设想 明日早朝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向来能干多么的李世民 会乖乖地交出兵权吗 无论如何 有着父方的圣志 李建成实在想象不出 李世民还能作何反抗 一切事情 似乎都在往最好的方向发展 属于李建成的时间 在无声中迅速流逝 此时的李建成肯定不会想到 一盘必死棋局 已经开始布局 只待他最后落子 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促使李世民决心 发动玄武的试验 太白入侵犯这个天下 发动原来是正面 不得不是任人在特别的抗制活 兄弟们没有人 在这样一个局势面前 李世民都做了怎样的决策 我来说话 我贫不赢了 老皇帝现在急了 在下一集 我们将为您还原 李世民如何密谋 这一千古一安 个好嘞 好嘞 好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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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